让开 我凭什么让开 你放开我 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两个之间 除了收购案 没有什么好谈的 好 我就是跟你谈收购 被我打醒了 我想好了 我们何事收购你们EMT 然后我再收购你 大白天的 你在跟我讲梦话是不是 是 算是吧 我从遇到你那天起 就一直在噩梦当中 你是在说 我是你的噩梦是吗 你难道不是吗 不会 我今天约你出来 就是想告诉你 我们何事最后的决定 说吧 什么决定 我们何事打算 反收购EMT集团 你们何事有这个实力吗 资本运作最大的好处 就是它的操作性可以多变 之前我们何事做了多方面的投资 当然投资大 以为收回来的 会利益最大化 但是我们最后的决定 还是错了 因为我们投资的多 投资大 导致我们的资产 整体下滑 所以我们决定 把投放收益小的项目 做断币式回收 打算集中资金 跟第三方集团 收购你们EMT 如果我们收购成功的话 不算跟我们合作的第三方集团 他们收益多大 光我们何事收购EMT 所得的利润 就是我们十年所投资的总和 在这么大的资金诱惑下 任谁都会孤注一掷的 你是想以反收购EMT 来对抗我收购何事 这不存在什么对抗 因为我们已经收到 同业的兄弟集团 向我提出的收购方案 他们打算竞价 跟你们一样收购何事 而我们简单多了 我们只需跟第三方集团 全力准备收购你们EMT就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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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她的弟弟 我就是带着艾米尔 要回来找你报仇的 你报什么仇 你在美国骗光了我姐姐和我姐夫的钱 还在他们的车上坐了手脚 让他们撤毁人亡 你觉得这笔账会为人清酸吗 你说什么 小婉跟吴天昊 他们死了 我告诉你吧 我就是要来拿和氏祭奠他们 我们走 爸 爸 他们结果怎么样 爸 您没事吧 他们失败了 没事吧 爸爸 爸 你们刚才谈得怎么样 何莱德这个老狐狸 为了逼我放弃收购和氏集团 他竟然要反购我 我们的EMT 他们有这样的实力吗 和莱德说了 他要以壮士端腕之势 抛售核实其他企业 集中自信 联合其他集团 进行组合 并告EMT 如果他们这么做 对我们EMT 是不是会造成危险 如果他真的这么做 我们EMT就会被分尸掉 爸 要不然这样 我们暂时先放弃收购核实 等到我们实力更壮大的时候 我们再回来 不 我绝不可以放弃 哪怕我倾其所有 也要和他斗到底 爸 准备一下 我要不惜一切代价 全面收购核实 是的 董事长 我爸在机头上 现在说的话不算 等我跟他商量完之后 再告诉你 好的 爸 爸 我没有看到 出什么事了 难道是谈判失败了 我 idle 我 我 也无奉 你 我 你 我 scripture 岳飞 刚才 你不想想 怎么办 уй 开心 不开心 你打电话给我干嘛 你妈到底跟我话说什么 你现在是用威胁我的口气 跟我讲话吗 我爸跟你爸说了什么 你问你爸爸就行了吗 如果你只是想找借口打电话给我 可不可以不要找个这么懒的借口 你能不要再和他联系了吗 你刚是在偷听我打电话吗 请你尊重我的隐私 还有 我跟任何人联系 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是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